就在第2、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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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就像最具的普遜一蓝 接着,就会有很多的祈祷人、祈求 祈祷,这就是在说上语诗、千语话 这个大人满,就像48月,道四、第六禁 的第1集,如不以此诗整位、全行之 如虽尋贊,即是不奉调之设可道 在哲句里面 没有不语 就是在讲说 修大文文 没有不语这四种修 这种大文文的成行法 在这四种成行法 去修 就进入没有妙误的摄托道 所以进入 有妙误的摄托道 那就必须按照本文 所谈各的作 四种成行法 去修行 那就不要做错误了 妙误 就是 摄托道 修行的步骤 促地 这就很容易进入 摄托道 生起实现主义 生起实现主义 这就很容易进入 这个请各位 宽开 四十八月 倒是第一行的第三句 正行欲修 正行欲修 如有碍然 四百余分 共不共实地更有利益 且欲能成就其他人 所以 我们呐 成行修行 就生起自信 本来的情景 让正行 正行 肯着你 修持 鉴定 八千 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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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不确的 一旦修行会很好 现在对受识的学问 有了 动了更多 了解了更深 而且在了解中 也会产生 主者 一个人 会主者 会有烦恼 会有痛苦 就是因为 没有在了自我意识里面 随着 要在自我成长 主要 主要 家庭成长 然后自我 就是烦恼痛苦 最根本的难以 所以 当外在自我 又成就时 没有上自我 就应该 透过 和缓修辰 让他越来越牵贫 越低下 越往下 只能 而不能够 往上宣耀 越往上宣耀 这有意思 就越强烈 在修学上 我们要记得 当外在 又有成就时 这有意思 就要被隐藏起来 不要让他消失 透过修学 把他彻底的消融掉 这样子 内外在自我 才能够达到偏尾 而被产生恶梦 只能修学 生起了恶梦 那就会 很难修学 前面的提供